哈喽,大家好,我是歇地 给车充个电,介绍一下啊,洪姐 大家好,新年好 新年好,洪姐呢是那天看了我的视频 她知道我在惠林顿,所以说约着一块儿出来转一转 谢谢洪姐啊,而且洪姐跟我是老乡,新疆老乡 我们出城以后找了一个小餐厅吃点东西 这位是你老公,名字叫李查德 今天开这车带我们去转一转,去看海报 好了,吃了个早餐,我们继续出发 现在走这种乡村小道路,还有76公里呢 全是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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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就快到海边了 给你转发 快到了快到了 看一下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野生的海报 到了到了 我们就不要太高兴 说这个海报就在那边的礁石上休息 走走走 停好车了 我们朝哪个方向走 看看 这石头上 哇 好些海报 还有海报宝宝 看睡觉的海报宝宝 看到了吗 好几只小海报 这一只在吃奶呢 看到吗 真的好可爱 不要靠得太近了 一点点来看 你看 哇 海报在叫 哇 这生活很悠闲呢 还有个小游泳池 三只 新西兰这个生态环境 这是好 有有有有 看这两只小海报 看到吗 三只 好可爱 好可爱 这只海报怎么没事干爬到山上去了呀 看看它一点点的下山 哇 这个棋也不各得慌吗 你不疼吗 哇 只有五六米的距离啊 我跟它 看 哇 还打起 哦 它也是走走停停的 休息一会儿 毕竟它是海里的嘛 它是干爬到山上去了 有一个大海报 哎呦 看它真的是感觉好费劲 又要休息了 休息两下 再打个哈欺 又继续走 哈哈 好了 好了 马上成功 回到海里 真的是好治愈 哦有个小宝宝 好了 哎呀总算是 到水里了 舒服了舒服了 好多小海报啊 看一下 刚好是繁殖的季节 你看这颗大石头底下 十几二十只 看到了吗 都是小海报 哦 这跟个幼儿园一样的 这跟个幼儿园一样的 哇真的好萌啊 看看 这边还有一只 感觉 刚出生没多久的 哦 你也太可爱了吧 这只是刚上岸 海豹宝宝 这小家伙要去哪啊 哦 哦 他家估计在这块石头底下 是不是 他要回家了吗 哎就是 找他妈去了 看到了 哎真的是 生活在这石头底下 你们看哦 这个洞里 还有几只小海豹呢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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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 哇哦 哇哦 这小海豹 他是不是要出来啊 小海豹 大眼睛啊 大眼睛 小海豹就在这个小游泳池里玩啊 这有三只小海豹 咕摸着也要去这个游泳池玩一会儿 下水了下水了 这三个小家伙也到这个游泳池来玩了 真会找地方哦 上面有一个儿童游泳池 你看这小海豹很自觉的就过去了 哎呀 哎呀下水下水 海边天然的一个游泳池 这边生活几只野鸭子 李查德说过去找鲍鱼了 Did you see 帕瓦 帕瓦应该是 新西兰人这边说的 鲍鱼 只是个鲍鱼壳 那边是可以找到吗 这就是鲍鱼 只不过就是个头小 才这么大 这边是有标准的要多大的鲍鱼 可能要 这么大巴掌大才能采 啊 这只有鲍鱼 只有鲍鱼 白激动的 我们还以为这是 这应该是被海豹吃掉的 海豹他自己抓点鲍鱼上来 他悄悄打打的吃完 把磕人这 这边有一个灯塔 有这么多人过来爬 哎呦还有个两三百级台阶呢 先让人家下了吧 今天直了直了 这是第一次在野外 看这么多野生海豹 这条狗也给 弄上来爬山来了 这狗是一百个不情愿的 我感觉 这还是需要一点体能的 加油加油 有点累吧 还一还还一还 哎呀好舒服啊 爬上来以后 就靠在这个栏杆上 吹吹风 再喝点水 这就是享受了 海边一个灯塔 到了新西兰啊 就是欣赏自然风光 它这边这个空气能见度非常高 你看很远的地方 你只要视力好 你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谢谢大家